仁爱市民活动中心书法班已经开课了好多年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无论是资深或者是刚报名的学生 都很认真的投入 也在快步调的社会当中 找到了让自己沉浸下来的方式 感受到书法所带来的平静感 学生带着自己临摹的字帖 老师也提出提点 在沉浸放松的空间中 感受书法带来的平静感 来上书法 平常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实际上他对心灵的稳定安定 有很大的益处 这个尤其是在什么时候 在疫情期间 大家心很浮躁很慌 可是你看大家不敢出门 躲在家里面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们拿起笔来写 可以安住自己的内心 这个是 那平常会觉得说 好像写字你也很难去换到经济的价值 可是对于安住自己的内心 其实帮助很大 仁爱市民活动中心的书法班 已经成立了好几年 现在成员除了已经加入三年多 也是书法班的班长 另外还有刚加入不久的学生 同样的是喜爱书法的心情 这个活动中心启用之后 我太太要过来这边帮忙 我太太很喜欢书法 她就干脆把老师 把吴文胜老师整个请过来 到我们水南里就成立一个书法班 从民国107年到现在将近五年的时间 当初他没能生日 来有没想到没想 从无到有 从有到好 从好到棒 真的让人感动 我们刚学的时候也不 都不会啊 一笑不通啊 我现在就学到三年多了 我就有 不是说很好啦 但是可以 老师就鼓励我们 可以拿出来展览了 真的 谢谢吴老师 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喜欢画画 那我想要就是学一点那个毛笔字 然后结合我自己想要的画作这样子 然后进来以后发现 就是老师就教导 其实非常有耐心 然后同学大家都很好相处 那场地更是没有话讲 就是学习环境非常的棒 比较踏实 对 然后比较平稳 对 在心静的方面这样子 收获很多 不会闲的 每次在家里有空就写 有空就写 对对 那感觉就是说 我今年春年我可以自己写 还可以写给我子女啦 而投入相同的兴趣 也可以更增进和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 书法班班长平常 其实都是和太太一起来上课 常常就是老公写好了 我们也就是会吊起来 然后两个人就在研究 哪个字怎么了 会一直修正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书法也带给我们家 非常幸福的 也感谢啦 感谢里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感谢我碰到非常棒的吴老师 真的很谢谢 选择一个兴趣且持续投入 可以让心情感到愉悦 位在水南里的仁爱市民活动中心 平常也都有许多课程可以参加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前往做了解 记者沈志永林佳珍 卢州采访报道